今天利用Jesse教具鋪的扑克牌 来做一个UNO的游戏的改编 那首先我所准备的是字母大写A到M 小写A到M 跟它的相对应单字的字卡 相对应单字的图卡 那这个游戏要怎么进行呢 假设中间的那一张牌是出现 小写的F 那下一位要跟着出 什么样的牌才能出 只要是F相关的字都可以 大写FFROG的字跟FROG的图都可以 或者是因为它是小写的F 所以只要是小写的字母都可以 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出牌的是KID的字 字卡 那哪一些牌能出 只要是K相关的字都可以 大写K小写K或者是KID的图卡 那因为这个刚刚那一张说的是KID的字卡 所以只要是字卡都能出 那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先将扑克牌洗牌 写好帮中间发给每一个玩家四张扑克牌 从中间的牌队翻出一张当硬牌 BAT 这一张是字 所以只要出现大写B 小写B 或者是BAT的图 或者是所有的字卡都能出 那我们从这边开始 第一张大写C 可不可以出 不行 Jet的图 不行 小写的A 不行 小写的C 不行 那手上的牌如果都不能出的话 从中间抽一张牌 如果抽出来的这张牌可以出 就出 如果不能出那就留着 换下一位玩家 D 能不能出 不行 所以他就留着 换下一位 我们看看 大写G No B 可以哦 因为都是B 小写G 不行 硬 也可以 所以在他的手上牌 小写的B 跟字卡 硬都可以 假设他想要出的是 BBB BB 只要出一张牌 他的牌就可以收起来 轮到下一位 那现在的银牌是B 那哪些牌能出 只要是小写的字卡都能出 或者是B的大写 或者是B的图卡 那看看 大写字母E No 小写的L 可以哦 小写的M 也可以 大写的H No 好 那我假设他想要出的是 小写字卡的M 那这些就收起来 那我在这里面呢 放了一些很可爱的元素 在里面 比如说这一张小写的M 出现了 SKIP 有看到吗 SKIP 那怎么办 什么叫SKIP 所谓的SKIP 就是下一位玩家跳过 不能出牌 直接轮到下下一位玩家出牌 所以他就要暂停 好 那轮到这个 小写的M 小写的D 可以哦 大写的C 不行 图片J No 小写的A 可以 小写的C 可以 虽然手上有三张牌能出 随便出一张都可以 小写的C 好 轮到下一位 那我看看这边 他手上剩三张牌 哪一些牌能出 IN 不行 大写G 不行 小写G 可以 因为都是 小写 意思类推 继续轮 轮到后来 如果手上只剩下一张牌 要记得说 UNO 因为UNO是西班牙语的数字 1的意思 就是ONE 那如果你没有说UNO 被其他的人抓到 你就必须从中间再加一张牌 你的牌数就会增加 这个游戏的玩法到最后 谁才是赢家 最快手上的牌都丢出去的 就是赢家 那大家不妨在家里 也可以试试看哦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